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线上民调 也希望你的参与 不过在今天晚上先来这里吧 好吧这是中天新闻的庙口开讲呢 这个星期五这个星期六 我们来到哪里呢 来到了嘉义 好那你来看到 在今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我们是到了嘉义眉山乡的眉山玉虚宫 好这边 那么主要是因为呢 日前郑文燦也有到嘉义浮选 他喊出了台积电需要分散化 北中南都要有基地 所以嘉义科学园区是个好地方 那么当然现在对民党来说选举到了 也要利用台积电了吗 好所以在今天的庙口开讲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了这个重炮来宾 谢龙介 许国泰 李胜峰 石正峰 毛家庆 林国庆 游志斌 还有强强棍 好欢迎大家到现场 一起来加入参与我们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话 比如说其他地方 比如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没有关系好不好 网路无远佛界 所以你可以透过在线上看 一起参与 那么今天晚上的庙口开讲 非常欢迎你 还有我们今天的线上民调 锁定的是什么呢 蓝白河之后 美丽岛第75波民调 在今天上午出来了 赖清德调好多 你知道吗 等我秀给大家看 赖清德连舞调 柯文哲抖声 侯友宜的民调 甚至跟赖清德将近误差范围 进入和赖清德的决战圈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一蓝白河让对绿失望的支持者 更不表态了 第二新潮流以外的派系 包括英系正国会等等 不爽赖清德 所以按住侯科 第三你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和观察 都非常欢迎您透过斗内 还有在聊天室里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么当然今天也很希望呢 大家如果也可以的话 就是你可以斗内留言 来向来宾发问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那为你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 哇这个真的是 我有的先没有看到他了 每次都是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 欢迎立法委员蔡碧 碧碧姐好 好了 节目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很久没来了 是不是 都在跑地方啦 对 对 都在跑地方 这个棚我突然间觉得 好像已经一年前 有哦 去年选举的时候才来的 哇 好 欢迎欢迎 那还有欢迎是这个 倒是蛮常来的啦 来 美式议员许巧心 大家好 就近参加 就近参加 哈哈 以及也敢来的啊 我们时日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 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蓝白河好不好 蓝白河呢 其实确定河了 可是因为就在明天是关键 因为你要决胜负 定正负 当然是比民调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呢 在这个 其实昨天 美岛电子报呢 是公布的第74波追踪民调 在今天上午呢 吴嘉总事长给我的是第75波的追踪民调 那么其实在昨天第74波的时候呢 吴嘉总事长呢 他就直接带大家来看了 他就说 因为他用三角都来看 在昨天的情况 三角都 吴嘉总长说 最惨的是赖清德啦 侯友宜克文哲两个人合起来打 赖清德呢 就大输了16个百分点要怎么选 我想吴嘉总长自己做民调 当然不能这样加啦 不能第二名加第三名这样加起来嘛 可是方向还有趋势确实是这样 所以董长说呢 赖清德到底是故意放冷 还是呢 这就是他的实力 打不起来就很累了 还有赖清德对于大选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他的观察 他觉得 不然民调不会这么低 因为美岛电子报 他最近的话 从第71波开始 包括在今天第75波 赖清德已经连5掉了 所以吴嘉说呢 现在蓝白河启动了整合机制 民进党就会深圳进入作战模式 赖清德之后的民调 应该会爬到四成左右 不过呢 就在刚刚吴嘉总长跟我说 他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呢 他觉得 民调看起来不是这样 今天的这个第75波的追踪民调在这边 四角都的部分 赖清德跌到30 跌到30 第二名是侯友宜27 第三名是20是柯文哲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侯友宜和赖清德来讲 这个差距呢 大概就在3%而已 那这个已经是进入 我们刚刚形容说 侯友宜和赖清德进入了决战圈 那事实上 赖清德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 他完全是这个陡降 他真的是掉下来 那这个侯友宜 尤其柯文哲是往上升的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三角都的部分 柯文赖清德也是掉到了32 也是这个 然后这个线图也是往下的嘛 这个幅度挺大 那侯友宜呢 往稍稍上扬28.9 柯文哲 斗升耶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吴家董长呢 他每一讲话都好夸张 他说赖清德好像挂了 调太凶 蓝白河必胜 因为今天上书哥 我们的民调也是出这一题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蓝白河最近合成了 那是绿营的支持者觉得烦啊 没劲啊 不想表态这个有关吗 还是说最近民党也在乱 因为赖清德他自己的派系问题摆平 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赖清德下滑的因素 赖清德现在是很明显内忧外患 那他内忧的部分 我想部分区的名单出来民进党之后呢 派系当中的不满意 其实我们在先前就听说了都知道 但没想到出来真的还是这样子 里头有一个对于大众来说 包括像郭玉琴等等这些人 可能是让人一心耳目的 就是赖清德的期待值 可是过去做部分区立委 都为各派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保送 入立法院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部分区名单里头看到的 满满的都是派系的不满 应该讲除了自己新潮流之外 应该没有派系是满意的 某方面可以这样讲 这是他的内忧 所以这个部分要体现的内忧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派系过去 如果在比较四年前 在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大概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派系的 动员于好 造势于好 那么再加上这次还有立委 所以那种所谓在地方上 以派系为主导的立委参选人 所带动的这个热流跟热潮 然后紧细于挂牵着 总统大选的部分的人选 四年前八年前我们看到的 其实像蔡英文跟派系 虽然关系还是比较疏离 都还这样了 结果到现在今年到 已经到11月下旬的部分 我们到地方上 我想在上个星期 我特别参加了中天的庙口开讲 到南部去 我不是只开讲而已 我快累死了 因为白天我就跟大量的 跟南部地区从金主 各方面的派系 各方面来谈 都是我那边的朋友 我好好的仔细谈 我发现一个很清楚的东西 就是第一 我在讲也就是还是在讲内忧的部分 就是说地方上即使到高雄这么样 我们在很多的民调当中 基本上在下架民进党 高雄还是很铁挺挺的 绿挺挺的就挺 不要下架民进党的 这个高雄地区 你很清楚感受到金主开始迟疑 如果现在赖兴德的部分的胜选 是一面倒的话 金主其实早就大家都已经表态 金主迟疑南部地区 那么在地方上当中的 一些原来绿营的所谓的派系装脚 你如果还是新潮流的部分的话 当然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在新潮流之外 其实它的装脚你都可以感受到 没有四年前八年前的那种 以民进党党的绝对性的这股热流 这个是我先前江湖上听说 但我上个礼拜五六 特别到高雄自己亲自去接触之后 比我想象的还要冷 千惠而且我认为可能也跟赵天林 有很大的关系赵天林这件事情当中 现在在新闻上我们已经没有多讨论 可在地方上的耳语的 这个东西的难受跟丧气 对于利盈很多的基本盘来说 是很难以想象的 因为赵天林对我们在台北 就是一个立委人嘛 可是在高雄地区来讲 他可能是为本来被齐代是要接 陈其迈去找了一个人选就没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士气 我就比我想象中要更冷 而这就是赖兴德的内忧 那外患我想简单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蓝白河的这个情势之下 整个无论和猴科配 当然这里头也会讨论一些问题 无论年轻人的选票 中年轻人的选票 对于哪一个组合可能对合适 而明天其实就要公布了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无论如果合起来 再怎么样有气宝 再怎么各方面来讲 整的来说超过30% 35%接近40% 好像到目前为止 在所有的民调的分析当中都没有太多疑议 而如果赖兴德真的就是这个30%到40%之内 而且在这种清冷派系 他的内忧不能解决的心情之下的话 对他来说真的是很痛苦 而且最后一点 你觉得他要起来容不容易 我觉得不容易 选情是这样子 在这个时候冷 已经11月底了 我们先前都觉得蓝白 都觉得无望了 你每天都觉得无望啊 对我说以前我对蓝白就无望嘛 可是就是因为马英九 就是你知道就是跟月光战士借了 月光少女借了一个神奇的力量 他最后还是蓝牌走了合在一起 但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部分 就是说选情的变化 你要注意他最基本面的东西 绿营其实在今年的选情 其实你看到的是 他没有能够跨越 年轻人的票没有了嘛 他连同志平权都不敢讲 赖兴德不愿意讲 所以年轻人的票没有了 那么中间选民当中 本来就对他没有相关 所以他真的在基本盘当中 一旦派系这个本质 抓不住搞不定的情形之下的话 可赖兴德的问题是 他的性格就这样啊 他不迁就派系就不迁就啊 那我们所听到的是 包括他跟其他派系 在整个民党内当中 对于所有选举当中该讨论的 政府的政 党政 政跟这方面要配合的部分 也都配合了 可各方面都没有感觉赖兴德 或我们听到赖兴德的阵营里头 是很有余裕的 好像在先前前几个月 8月9月蓝白和四卡都定了 那种大家笑鼻鼻 我们看一下绿媒当中的那些名嘴 前几个月大家每一个人都高高在上 跟我们蓝媒的名嘴们 大家都灰头土脸 比起来 呦你看到这些绿媒的名嘴们 大家态度也不太一样 就可以从这些方向观察出 现在赖兴德的捉襟见肘 好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 壁吾姐 就是因为蓝白和 那台中第一选区呢 就一直都被视为是蓝白和示范区 然后蓝白和真的和了之后 在地方上 这个气氛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除了地方上你直接面对选民的这种变化来讲 你觉得接下来的民调上 不管是猴磕磕猴 在民调上会起明显的变化吗 我先讲一下我们那个台中第一选区 因为这一区国民党没有提立委的参选了 对 所以一开始呢 我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讲就很艰困 一个陌生拜访啊 或者是到处碰壁的那种感觉 但是慢慢的就是后来有一天那个 就去拜会的那个卢秀燕市长 那台英海之后他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没有提论 那我们就来支持 我们共推一个 能够能在集中选票 那那个氛围就慢慢的不一样了 那就有一些地方投人 就会开始帮我带路啊 就开始 我们就进入所有的这个行程里头 就非常的顺利 那到哪里大概都 就开始会有人来帮忙帮忙协助 那后来就谈到这个蓝白河这件事情 就出现了一点点小波兰 那个很多的国民 比较偏蓝的就会说 我们要合起啊 我们就全部都来集中 那个帮你拉票 那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个如果不合呢 我们是也很难偷过去啦 就有点情绪 你不能讲他情绪勒手 我觉得他讲他们讲的也对 地方上就觉得就说 如果你合起来我们投给你 我们心里头没有负担 那我们也不会觉得说 让国民党上面的那个党部 下命令下来说 你们怎么可以去投他 所以他们大概就会 就有那种氛围就是说 如果合起来 我们会全力来帮忙胡宣 那你如果不合起来 那卢秀燕市长很支持 那我们当然也是 地方上来说 我没跟你动啦 但是你要努力的去拉票这件事情 但是大概就是中间有一些情绪的用语 就会希望说 你继续让你动手机啊 赶快啊 怎么合啊 我就说他有他的决定啦 我觉得因为在地方上面跑选举 也跟那个党中呢 也比较没有多的一个接触 那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自己压制滑水 要慢慢的大概地方上面也熟悉起来了 但是这两天啊 怎么样 这两天呢 自从礼拜二合了之后 我晚上去参加很多的活动 尤其香港你知道 晚上都有平安宴 农历的10月3号 就是一个类似西方的那个圣诞夜 平安夜的感觉 所以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就是一些吃庙会的平安夜 那我就去了之后 哇 没人看到我就一直丢行程 那个你觉得非常明显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高兴 甚至你看起来他没有党派 就是他中间选民呢 他都会很期待 这个明年要政党轮替 或者是立法院要赶快 这些债也要能够 把这些民进党下架的这些呢 就全部都跳出来了 所以那个非常明显 我的秘书就跟我讲 说那个行程接到接不完 然后你也不可能 一天一天跑这么多行程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有 所以你感觉出士气大震 士气大震 蓝白就整个巨龙了 士气大震 那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两个礼拜前 那个鼠卫本来 就本来要邀我说 那不管怎么样 那时候刚好正在谈蓝白盒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一起先去逛逛市场吧 所以两个礼拜前就去 就因为上礼拜大概就两边的支持者有点互相就是 你在校正 校正 情绪不耐烦 然后他就跟我说 抱歉 那个可能去市场这件事情慢一点 我说不会啊 我们台中 你看我台中跟四个年轻人 他们号称F4 是F4 帮他们拿来广告 F4 那我们就年轻人 我们就一直上直播 一起上政论节目 一起 一起办活动 然后再来就是 市府有一些公开可以跑的行程 卢旭恩市长也都会拉着我们 感觉他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母鸡 带着一群小鸡 我们就觉得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F4 他们平均大概就是跟小鸡一样 从三十几岁到四十岁以内 所以我有时候去他们厂子 我都说 国民党进化 就变年轻了你知道吗 因为突然间 突然间厂子里头呢 全部都是年轻人 那我就说 哇年轻人进化 所以他们也很喜欢跟我玩在一起 我觉得也很棒 那我也 他们也邀我 我都会去 所以卢旭恩市长也是一个 非常近的妈妈 所以最近不是那个 赖户总统 然后林佳龙 就到台中去就开始 骂什么 林佳龙就骂说 你们台中的托错人 我们就会集体出来 一起来对抗这样子 所以大概在我 我就在想说 在我们台中 这个蓝天加白云进行得很好啊 但是淑慧就跟我讲说 不行 我们台北的氛围有点 剑拔奴章 我们还是缓一缓 然后结果到了上礼拜 他就跟我说 不管了 我们礼拜五就去 那个逛市场吧 所以其实我跟他约了 今天早上去逛市场 是早就约好的 是那个上礼拜 六来礼拜天约好 也不是因为蓝白合了 也不是因为蓝白合了 他就说不管合不合 我们就开始跑吧 那刚好礼拜二就蓝白就合了 所以那个淑慧就说 那我们就来第一场 这个蓝白区域立委的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觉得地方上面 可能士气上面 真的很明显的那种氛围 会过来 那当然讲到吴子家的民调 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 会慢慢再掉下去 就像刚刚上次讲了 其实民进党他有很多 不要讲他的内忧外患 其实赖清德有他个人的偏好 他也不容易妥协 他不真的很 你说个性好还是败 个性很重的 他不愿意妥协 那但是他内部的问题 他都没有处理 连最近几次的这个 中国小山他就叫他退群 他也没有出来道歉 然后什么喝花酒这种事情 他就这样子不处理 那他们党内有几个在选的 连续出现血伦的问题 那他之前就讲了那么硬 可是他碰到他 他也没有处理 所以慢慢我觉得他的民调 应该只会一直往下掉 那在野的如果团结起来之后 因为现在最当然在比民调 我们现在就是 我跟淑委长还有施刚 我们两个我说虽然 我们一起少逛街 但是我说我还是要喊一下 这个柯文哲 柯侯培 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 国民党跟民众党 还是在各自为自己的那个 各自拉票 各自拉票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性的嘛 各自拉票 所以我觉得看吴子佳的这个 美丽岛的民调 我个人认为 那个赖清德的民调 只会一直往下掉 他并不会 恐怕没有停止的一天 因为看起来是因为他性格的关系 这很严重 那观众朋友怎么看呢 那你的看法呢 可以透过线上投票来表达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我们的线上民调 进行了20分钟 今天的问题是蓝白河之后 美丽岛第75波的民调 赖清德连舞调 柯文哲抖声 侯友宜的民调也进入了 和赖清德的决战圈 你觉得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聊天室里面 压倒性的63%的观众朋友认为 是因为蓝白河 让对绿失望的支持者 更不表态了 但有29%的人认为 这是赖清德内部问题 新潮流之外的派系 不爽赖清德 所以按住侯科 也有8%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么非常欢迎您 透过斗内或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当然我就要请教巧新 就说你怎么看待这个 从光是以美导电子报来讲 大概从第71波开始吧 赖清德连舞调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在稍早的时候 吴家董长是跟我说 他是觉得赖清德输了啦 他说因为他是看长期变化 他说从趋势图上来看 他说是这样 他没有要陷入这个数字争议 但是我也要说蓝白 真的不要高兴得太早 好 导播请跟我们回来 包括这个台大教授王叶利 直接就点名了 蓝白河之后还是有四大变数 第一变就是没有表态的选民 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 还有白支持者 以及年轻人因整合而流失 第三蓝白河恐怕会激起 绿营选民的危机意识 第四就地位四位参选人 能不能够回归 这个都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么同样的 媒体人樊启明就直接提供了一个数字 给大家参考 2004年连宋配成功嘛 一开始媒体民调连宋配的支持度 高达52% 贬履配支持度 只有一半啊 26% 那所以这件事情 最后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稳赢的这种事啦 所以即使民调这么高 也是会翻车的 小新 我觉得好不容易 就是说大家士气往上冲 所以这些这个专家 有些说法听听就好 那废话嘛 当然选举哪有说一定稳赢的 就算我今天赢对方20% 我也不会跟你说我稳赢啊 那何况是说 我们现在才刚在蓝白河的起步而已 当然没有人说会稳赢嘛 可是大家回想我过去说过的话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呢 就有民众会说 这个国民党都不团结啊 那要怎么样能够团结 我当时的说法我就说呢 选举要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大家有赢的感觉 感受到你赢的决心 让大家看到有赢的机会 我说谁会想要跟输的人团结在一起啊 那时候还被人家诬赖说 我是在骂好友谊 不是 我是在讲一个所谓的要铺陈的契机 那你现在看到了嘛 现在刚刚蔡碧如委员也说了 最近几天整个蓝白的这个声势大起 这个民众也好表态也好 都增加非常多 大家觉得有机会了 有机会的时候 自然所有人都会团结在一起 所以先前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铺垫 有机会赢的信心跟决心嘛 那终于水到渠成 不管今天最后结果是猴科或是科猴 至少你知道蓝加白之后 所有的在野力量共同整合 那就有跟赖清德一拼的机会 那这当然让选党上上下下 甚至是说不同党的上上下下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信心聚在一起 所以你说整合难不难 那当然很难 可是整合成功之后 那带动的这个气势 会不会对整体有大的帮助 有帮助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赖清德阵营 他们最错过了很多好的机会 我坦白讲 很多人都讲说这个亮哥有说说 民进党会出很多奥薄啊 要小心要小心 当然要小心没有错 可是我算给大家听 因为我自己在选举 所以我每一天的日历 我都写得很清楚 其实最后只剩下关键30天 你觉得现在离选举还有50几天 对不对 错是30天 我算给大家听 今天是这个11月17号嘛 对不对 从今天开始到下一个礼拜 大概就是到25号左右 这段时间都会讨论 彼此的不分区名单 那也会针对不分区名单 做一些检验 比方说像我昨天也在讲说 民进党把沈柏阳放在第二名 这就是他们要继续搞台独 所以他真的会导致 两岸的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变很高 民进党赖清的内心就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 就有大概30天左右的时间是 会有一些议题的攻访 接下来进到 12月23号到1月2号这一周 我跟你讲 全台湾的人都在过圣诞节跟跨年 对 你政治人物在讲什么 真的没有人理你 没在听 台湾人民真的没有人在管 这么在乎政治 没有 所以那一周呢 就是呢 就很平淡 大家都在讲说 哇我们要去圣诞节 要去跨年 再来就直接进到选前最后10天了 选前最后10天的重点是什么 跟大家交大造势 所以选前时间大家拼场啊 对 所以为什么蓝白整合很重要 因为 说真的如果没有整合的话 最后拼场 那大家就是比人数 就你这场几万人 那场几万人气势如何 就是在比这个 然后它是一个议题的收尾 那基本上今年议题收尾 我们大胆预测就是在讲战争与和平 就是在讲国际的情势 因为其实总统级的层次 最后都是在讨论两岸跟外交 好那所以说最后一个礼拜就是收尾 按照原来的议题 然后把它收尾收起来 好我们就看最后讨论可能两岸或外交的议题 战争与和平的议题 然后大造势 然后就投票了 对 所以中间大概只有 我算过大概28天的时间 那如果以一个议题 一个礼拜来说的话呢 那其实就是四周 最多可能就是四个议题的攻防 也就是说民进党 他如果今天赖清德要跟这个所谓的蓝白河要对决 他要真的跟你正面迎战打议题的时候 他只有四个议题的机会 没有打中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那你说赖清德之前在干嘛 他觉得他躺着旋啊 这就是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嘛 他兔子跑一跑之后跑去哪里 不是在树下乘梁 他去大学演讲 越演讲越糟糕 年轻人越来越讨厌他 所以他是有讲年轻票的 但是在树下演讲的兔子赖清德 然后呢 旁边的蓝白河乌龟一直爬一直爬 就超过他看到他还在跟人家演讲 然后还被大家骂的时候 又赶快爬过去 就超车了嘛 所以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的是 明明四年前 我们回过去看四年前 韩市长在选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已经被民进党打得非常惨了 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选性非常激烈 大家记得吗 在登记的时候 几乎说民进党可以抛的议题 先前就已经抛出来了 所以你看那请问今年的选战议题 民进党抛出什么 目前只有一个叫做打马文军 试图打马文军 结果呢有问题的是你们那方的郭喜 这是军火商的前客 所有的录音党被公开出来 还被我们整理好然后提告 对 你没有办法像过去三个 三个骗局去骗民众的选票 过去2020三大骗局 第一大王立强案 第二大向心案 第三大说要下架吴思怀 三个案子结果你今天你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虽然国民党还没出来 我先前还不好意思讲说国民党就骂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 我怕我们国民党没有提的很好 可是呢 我看了他提的名单之后就已经开始骂了 再怎么烂 我跟你讲啦 因为我个人猜测会列 谢龙介跟柯志恩两位进入不分区的安全名单里面 光是这两个人就打你民进党十几个名单了啦 你里面都是什么沈柏阳万老师柯建民 这个能看吗 范云3加11你没有跟他清算还让他继续当立委 洪生汉你内线绿能把台湾搞到都已经台南又在开枪耶 又在开枪耶你完全不管 随便举五个人都烂得半死 不过昨天余美人美人姐就跟我说 他说不要骂不需要骂 万一他换得更好怎么办 不会啦 这就是赖清德的意志 他就是爱这些人嘛 他就是想要把 我就问大家万老师的优点在哪里 没有嘛 他就是一个在网路上面每天骂柯明党的人嘛 我刚才脑筋还转了一下万老师 对啊 他就是麻辣先师的演员嘛 你民进党已经就是糟糕到找不到人到找一个演员进来 然后呢 他演员演得很好也就算了 没有他也不是 他在演艺圈里面也没有什么说是 大姐啊 或是什么可以去真的替那些演艺工会里面的人争取权也没有 他最大厉害在哪里 就在网路上面每天骂人 网路上面每天骂国民党的 每天骂民众党的 就这样 这样子的人就不分区安全名单里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赖清德他们他们不分区名单 过去他们打无私怀 今年是换我们打沈柏阳啊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讲 讲认知作战 你什么 你同样的黑熊学院的商品 人家淘宝类似的款 卖没几块你卖2000多 这个让大家都觉得是有一种恋财的嫌疑嘛 那你这样子的人你把他放在不分区第二名 就代表你民进党未来就是要打仗的哦 因为你让黑熊学院的校长在第二名意思是什么 你要鼓吹战争 所以赖清德说他当选最和平屁啦 鼓吹战争的人你给他放在第二名 你怎么可能是真的要做两岸和平嘛 所以当不分区民单他们也不ok 然后呢这个议题上面 从选举到现在大家思考看看 鸡蛋前瞻预算 云爆能源 这个几乎然后呢这个浅见国造4000亿的案子 几乎每一个都是对民进党不利的 他们没有主动出击什么 所以2020年的时候他们是一直进攻 一直进攻 不管他讲真的假的 但是他一直进攻 今年呢软弱武力 软弱武力没有任何的议题能力 根本什么都没打 他就是觉得反正蓝白盒在那边闹 我就可以躺着赢 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大家一直期待说蓝白能去做一个整合 不管最后是怎么样的搭配 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整合 是因为就不想让赖清德躺着选嘛 可是对赖清德来讲现在已经蓝白盒了 那你觉得接下来好假设30天好了 不会打啊 集中火力啊 比如说王立强3.0出来了 会啊 但是问题是说他们 王立强这个案子也不是民进党艺人可以操控的啦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美中的关系是什么嘛 人家拜登跟习近平都已经见面了 你们去看一下拜登都跟习近平说了什么 拜登跟习近平说 你呢 要记得去买花 买生日礼物送给老婆 因为你太太跟我同天生日 他们两个都已经讲到这么肉麻了 美中关系再改变 美中关系世界局势再改变 我跟大家分析哦 你看2020年的时候世界没有战争 没有什么战火 所以美中开始拼他们的贸易战 那美国希望说打压中国大陆 让他们的这个贸易的水平 不要因为经济实力而超过美国 美国想要做这个强权霸权 但是呢 今年的选举 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面已经有两边有战火 欧洲地区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到中东地区以色列跟哈马斯 你看到那个加萨走廊的惨化 如果今天2024年两岸之间发生战争 等于亚洲再开一个战线 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中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 都没有 我不认为 习近平说了嘛 他说2026年 2027年2035年不会动武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告诉美国说 台湾只要选对人啦 只要 他也不是说要介入喔 他就让台湾人民自己选嘛 他们可能对现在目前的选举有信心嘛 你人是对的 那有什么好动武的 就维持现状就好 他没有对两岸之间有那样的企图心 说要用武力攻击台湾 美国你可以放心 可他讲的话是有前提的 为什么要讲2027年跟2035年呢 我们先以2027来看好了 今年的总统任期就是2024年 到多少 到2028年嘛 也就是说下一任的总统任内 他们不认为会打仗 他们可以做到不打仗 好这个是跟美国之间去谈 就说不要在亚洲再开新战线了 那对美国来讲 他能不能够接受说两岸和平的维持现状 反正他当然一定觉得可以嘛 只是说这个台湾的领导人 也需要是美国 他可以认为你是能够稳定的 也是能够信任的 那其实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未来蓝白河的话 那这组人选他可能在国际上面 中国大陆他可以接受 美国也可以接受 反观 反观一直把黑熊学院的校长 放在第二名鼓吹两岸要发生战争的 民进党跟赖清德 到现在 还看不出国际的情势 已经是美中希望降低区域冲突 还在不断的塑造这个冲突 那美国人看了怎么想 所以就算是肖美琴 这个跟赖清德搭档 我认为他们的那个台美关系 也不会他们也没有秀到美中希望 去冷处理的这个讯号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个局势 他不只是说蓝白河跟赖清德的对决 他还加上了整个国际的趋势上面 对于两岸和平经济发展的渴望 这几天你去看所有的观光概念股都在涨 所有的观光概念有大涨 那为什么 因为嗅到了两岸和平的契机 还有看到的是很多的商会 开始比如说跟侯友怡见面也好 然后开始就是他们去做一些 比较积极性的发言也好 他们准备好 要回到共创经济的那个时代了 所以两岸之间的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 未来在新的总统上任之后 新的政局开始之后 我们很渴望可以回到一个比较缓和的 一个国际情势里面 让大家先安居乐业 先创造经济 所以其实柯文哲也有讲 那天他在节目专访的时候 他说賴清德当选 打不打仗不知道 但第一个经济一定会变差 所以其实蓝白对这些价值 是有共同的看法跟观点 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的看法跟观点 所以蓝白才能够各退一步之后 有一个协商 所以今天很多网友在问说 你觉得会不会翻桌 我就说在讲翻桌的人 大概有不敢说一半 但很多都是绿营在反串 已经抓到了 像是今天就有看到 网路上就有人在讲说 这个也要翻桌 非谁不投 可是回去点开他的脸书页面下去看 就民进党的 那个封面照片还忘记把賴清德换下来 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预期蓝白不会合 就希望看着蓝白吵吵闹 躺着就能够赢 看到在野阵营的分裂 那可是突然间整合了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说 那就开始去挑拨蓝白之间的感情 就故意讲说 非猴不投非科不投 这个要翻桌 其实最期待翻桌就民进党啦 所以我相信既然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智慧 那也公开的在所有人面前都握手了 那也都同意这个方案了 那接下来就按照这个制度去走 按照专家的结论去走 那不管推出了什么样的组合 在明天我们大家就是一致的共识 就算有点委屈或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哪一方最后会有点委屈 但不管 总之就是再委屈委屈不过 让人民发生战争吧 再委屈 你再委屈求全 如果跟两岸之间发生战争 台湾森林涂炭比起来 那人民的委屈比较大 还是你个人的委屈比较大 当蓝白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 整合就能够成功 所以我是非常佩服 我那天有讲 每一位在蓝白河上面努力不懈的人 哪怕是他们在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不同的地方 比如对民调啊 对什么很多的分歧跟看法 但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的每一个人 包含马英九 朱立伦 侯友宜 柯文哲 他们四位都值得我们一个掌声 都值得我们给他一个加油 那每一个人的委屈求全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不会白费 因为所有的民众会知道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马 你会知道你是因为 大家有一个共同更高上位的价值 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台湾的人民 我们必须得让民进党 不能继续执政下次了 所以当有这个共识的时候 那哪有什么非谁不投的问题呢 你非谁不投那么老半天 那也就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而已 那让台湾所有的人 包含你跟你的家人 都深信险境当中 这是我们要的嘛 所以我是对于蓝白和相对比较乐观 我觉得既然大家都已经签名了 也都在媒体面前受访了 那基本上就按照这个原则去走 那明天公布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全力的来支持 因为就在明天 蓝白民调定胜负也绝正负 同时我们看到呢 今天这个民调大战来了嘛 三位专家亮相 四个标准都出来了 同时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三方的民调专家 那三位呢 包括这个民众党这边 是求证民调公司总经理 关志宇 那国民党文化大学 新闻系教授庄博仲 那马办这边政治大学 政治系主任陈陆辉 那主要是这些专家要做什么事呢 要检视 11月7号到11月17号 这段时间社会各界公布的 民调结果 以及国民党民众党 各一份内参民调来决定 政府总统的组合 那当然也要排除了三角都 四角都的民调 主要是以组合式 猴柯柯猴对上赖销为主 要采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 好这个说的很直接啦 名不见经传 操作太离谱 完全不考虑了 另外也强调如果有同一家民调公司 近期做了多份民调 也会采最新的为准 好那因为呢也有这个内参民调的部分 藍白都有 所以现在藍白两边呢也是拉票拉得很积极 而且都说要赶快 顾电话冲高民调 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看到了 包括伟翰其实他到 一直到昨天 在昨天之前他把这段时间的 做这种组合式的民调 选出了四份 因为是用比赛祭典的方式嘛 结果呢4比0 也就是说联合报 ET Today 汇流 还有ET Today的9号的民调 几乎都是猴柯沛 那猴柯沛的话 就可以得一点 好所以是4比0 但是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两天还有东森新闻的民调 以及静电视的民调 好那这个东森新闻的民调呢 其实不管是猴柯或是柯猴 当然都赢啦 猴柯配比跟柯猴配比起来 好赢一点点 好在误差范围 那么在这个静新闻的部分呢 静新闻特别提到了 他们说他们还强调哦 好这是在藍白政党协商之后的 15号16号两天 而且呢这份民调他们采用的是 完全符合柯阵营的要求 手机加式化 好那做出来的结果是呢 柯猴配领先幅度大于 猴柯配 但是你可以发现其实呢 这个两者的差距在这边 好只有0.1 那当然在现在两边其实都很拼命啦 在拉票 所以包括了像是 国民党林涛 他说其实包括民众党啊 里面一些主战派 也都很积极的在帮柯文哲 拉票说要柯猴配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虽然大家都觉得 这个好像猴柯配的胜率比较大 但是还是真的结果怎么样 还在未定之天 好那这个问题 广告之后回来 我要特别请教这个上志哥 我们先进广告 还有记得投票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